教育对文化、社会及经济生活的实际贡献 但对教育的性质及目的仍然始终存有更为深切的关注 现在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但是教育对受教育者所具有的意义却不是那样的清楚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 世界上的教育是否真正遵循了这一宗旨 这还一直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教育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后备力量 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 因而离不开教育 教育成了振兴一个民族的强大力量 本世纪60年代以来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都把科学和教育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认为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各国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国际间的经济竞争 综合国力的竞争 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民族素质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 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 谁就能在21世纪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现在可以看出21世纪人口问题 环境问题 种族和民族冲突将是会很突出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十分明决 举些例子 比如大气污染 淡水污染 土壤污染 烂砍烂发森林资源 海洋污染 自然资源的匮乏等等 为了改善环境 我们要进行教育 特别是有关环境的教育 主要面向成人 年轻人 专家 决策者 以及政治家等等 即使对那些有知识的人 他们也有必要随着世界新的进步而学习 我们有责任对未来世界出现的问题有所准备 面向未来 世界唯一的出路是掌握知识 共同分享知识 这是关键所在 物品 我们文评兴elen 灭 的 Colum 门 写 从最近的数字看 学生对学到的东西 等他们成年后 差不多二分之一就过时了 另一半没有过时的东西 也要随着世界的发展 不断更新 对儿童成人进入21世纪 进行准备工作将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成人 他们在21世纪将作为儿童的父母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成人教育的作用是帮助成人 为参加工作做准备 使他们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 科技发展变化 要培养成人有保护环境的意识 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成人教育的任务呢 还有问题 就是要教他们如何培养成人 特别对成人父女 因为如果父女是文盲的话 他们的儿童也很可能是文盲 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每十年更新一次 你在学校里学的知识越来越有限 你必须学习其他的技能 这也就是继续教育 社会在发展 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在更新 经济在发展 管理的方式也在变化 人们要适合这个发展 社会适合这种变革 他就得不断学习 在未来的二十年里 人口会不断地增长 世界会出现多种问题 地球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 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 享受着百分之八十的资源 比如知识资源 自然资源等等 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调整这些现象 教育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特别是成人教育 通常我们把成人教育 称作非正规教育 这些工作由教育部长负责 但正规教育工作 给教育部长的压力很大 使他无更多时间 顾及承认教育 在很多国家 教育部长只是正规教育的部长 承认教育 不仅是教育问题 而且是社会问题 比如工业部长 农业部长 他们对本部门工作人员的承认教育 应发挥特殊的作用 这些教育部长 不一定完全了解全面具体的情况 我认为 在每个国家都应有这种责任 使已经工作的人 继续受到教育 是必须要有一种责任的 责任的责任